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CG的頻道 今天有一個突發消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葡萄牙政府最近發了一個新的條例 昨晚晚上大概6時 我們知道這個消息 今天我們衝上來 我們的相屬的律師卡洛先生問一問 想確認一下 究竟這個條例是怎樣進行的 首先我們用英文,我會用翻譯的 所以昨天有一個新的消息 從葡萄牙政府的消息 我們可以先描述一下 什麼事前所發生 什麼事我們知道的 已經有幾個不同的解釋 其實昨天有一個政府的議員會 當他們集團去做一些改變 我之前說過這幾個月前 本來有些改變成了 貪通的危機 這場的改變 東西堂 Tigers 已過某例方證明 但是因為避免 52筆的情況 會發生 Later 他們會將改變成了 élanger 其實我認為ир治動做得 今天這次 但是本來那群人 我們在時間下了 中間 phases 中共為人 為了得出 順祇 until 如果你有限 等일 表達 wprowadいきます 只是公司的改正日的改正 公司公司公司在关系的改正 如往从前的惠美実解决 开始立续的这个月 但他们的改正是最诠乱的改正 开始设计稳定 21日表现上第二个 一日到2021 所以苏 我们暂时的设计 那是法定的设计 这法定会改正到 任何法定的改正 里面对我们暂时 没有实现的设计 but we'll have access in a couple of days maybe one or two weeks we already have all the information I hope to get some information for the next week we are close to Christmas at this moment so the news yesterday was about the restrictions we were worried about for some time so what exactly was it? the change they made yesterday is not a change for starting now 他们只设定了一个时间 他们会说到July 2021 他们会改变的规律 所以到那儿他们会有同样的规律 所以想象一下我一个客人 想购买了在Lisbane 所以我会保持到某些地方 到1st的July 那是正确 我们有同样的规律到1st的July 我们未来知道什么会改变 1st的July 因为他们会有6个月的时间 但至今我们可以继续使用 同样的规律到1st的July 2021 所以如果有任何人 想要求购买了 他们可以开始 他们可以在同样的情况下 即是任何朋友 如果想在Lisbane 或者波桶买房的话 你到7月1日 是下年7月1日仍然是可以买的 所以这意味着 所以这一天的选择 是要不过1st的July 是吗 不过1st的July 昨天他们批评了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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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發生声明 将会开始 去实行 这个封锁 葡萄牙的 尼斯本 和波桃的区域 但是 未来6个月 它将会 逐渐地申报 是哪个区 会生效的 所以 在6个月 我们就说 我们会知道 在哪里 他们会 限制 但 我们现在 至于 Juli 我们可以 选择 任何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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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野先生 nem 载 і 这 pelvic floor 钮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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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捬 Rochester citizen 華先生說黃金簽證是突然間不見了 有些人會有少少懷疑黃金簽證突然間失去了 不是的 只不過它是有限制 對於黎絲本和波圖 但是都是在明年2021年7月1日才會生效的 暫時來說我們仍然可以自由地去買任何的地方 它也有提過可能海外的地方也會有限制 不僅是黎絲本和波圖之外 但是仍然都沒有白紙黑字寫出來 在哪一個地區是有阻效的 那是一段時間的暫時 什麼是暫時的暫時呢 那一段時間 昨天政府宣布了 在這段時間後會有六個月以下 我們會有六個月以下 在這段時間後會有六個月以下 所以在這段時間後會不會降到末日 所以在末日以下 之後再有六個月以下 會再隨時會有ア三個月以下 會將新改正改變 這段時間後會再次判斷 我們現在不知何要認為 因为昨天我们也有一个冠军的讨论问 他们问他们什么意思 但他们没有答应 所以我们可能会找到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须学习惯的 我们必须学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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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有任何问题 然后我们必须学习惯的 在一星期或两个星期 明天是聖誕的 所以我认为在几个星期 可能一天会有 我不认为在几个星期 但肯定是公共的 会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星期 或几个星期或几个星期 也有提过有一个缓冲期 意思是7月1号之后的6个月来 他会循步就绪地进行限制 他可能局部的每一个区有限制 我们大家的资料是未知到 等到他的法令将会 大概一至两个星期就会公布 在他的政府的网站 就会开始说出来 所以最终的问题是 what is a coastal area? because it's a bit blur you mean the whole strip the politicos is surrounded by sea I can answer to that with another interrogation point that I have a few months before that nobody knows for sure what they will consider Lisbon and Porto and coast area what will be metropolitan area the council the municipality we don't know which parish will affect so we have to wait for the decreed to be more precise and give more information after we read it carefully otherwise we will just giving some maybe some give some information that cannot be accurate so at this moment we have the information as we have before metropolitan are of Lisbon and Porto that 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will will be and the coast area that we don't I heard yesterday people talking will include Algarve the south of Portugal or not we don't have answers for now we have to wait and check carefully the document because they have to mention clearly areals will affect 那真的 因爲 還未仍然公開 政府部門都沒有 講過 一個明確的答案 是哪裏是海邊的地區 也有些人 傳言說是海邊 即是代表Algarve 但是我們都未知之數 那真的 不要誤信謠言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ime Thank you Dr Carlos and we will see you again If 如果大眾有什麼問題 就請歡迎你 comment below 我們可以盡量幫你答覆 或者去聯絡 Carlos先生幫你答覆 那好 今天很好的消息 好 再說 好 好